園林火車站內 這個大型花卉意象 由文新蘭 非洲菊 百合花等布置而成 五顏六色花團緊促 吸引遊客 駐足欣賞 但大型花牆和特製的打卡板 擺在一起一看 怎麼有點怪怪的 欸 真的滿像領潭的耶 花牆高地擺放搭乘背景 配上白色打卡板 狂起人臉 有人拍完看的照片超傻眼 像是告別式 但這話聽在花農耳裡 真的好難過 那個不是我們的本意 那個是很主觀的 那個是個人的想法 那我們沒有辦法左右 但是不要因為這樣 而枉費我們農民的心血 彰化縣本是台灣最大的花卉產地 卻因為疫情重創內外銷通路 於是農糧署和彰化縣府合作 從這個月開始 在彰化的八個台鐵車站內布置花卉 沒想到卻被吐槽不太吉利 但也有民眾說 一進到車站 就有百合花青香撲筆而來 覺得相當優雅 你很醉 看得怎麼樣 看不怎麼樣 優雅 農會一片好意 要幫助花農推廣 讓更多人接觸到台灣優質花卉 更找來園藝系學生發揮創意 佈置成花牆 現場還附上花卉中英文介紹 但是配上白色打卡板後 卻被人過度聯想 依請相關單位改善 希望花香還有美麗花牆 能療癒通勤族 也減少民眾誤會 建成社會聯運兵李雲結張話 蒼報道 好